之前涨势凶猛的特斯拉近日盘中一度下跌14% 收盘时跌幅收窄至5.8% 其最大机构投资股东苏格兰投资基金贝利吉夫德 减持了公司股份至5%以下 低于此前的6.32% 这意味着最高可掏钱140亿美元 除了机构投资者 特斯拉自己也开始了割韭菜 公司昨日宣布将抛售高达50亿美元的股票 受这两则消息影响 部分投资者在今日紧急抛售特斯拉 在高位时落袋为安 你觉得特斯拉是泡沫还是机会呢 中概股方面 跟随学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财报 虽然盈利与营收远超预期 然而该公司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CC调查的消息 令公司股价下跌超过12% 今年年初以来 跟随学市值整体实现了翻倍 但其股价也陷入了暴涨暴跌的循环 不断被浑水 香船 灰熊等多家知名机构做空 增长快 利润高 被视为引发做空机构关注的主要因素 究竟公司成绩卓越 还是像瑞幸一样 依靠财务造假而获得漂亮数据呢 相信SEC的调查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